2024年春节假期过后 广西南宁就从温暖天气转变为以阴雨天为主 气温大起大落 有的时候是回南天 有的时候又是寒风天 2月底到3月初 天气持续寒冷 气温如此之低 与往年同期不太一样 在江南公园 黄花风铃似乎比往年开花有所推迟 现在枝头上还只是含苞玉放 樱花和桃花虽然如期开放了 但似乎在长时间严寒的天气中 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好在这两种红色的花朵 在早春的季节里如约而至 不畏寒风 装点春光 2024年的3月3号了 今天感觉到南宁市的天气即将迎来转折 要不咱们怎么会在远处 看见雾气蒙蒙的呢 其实那就是回南天即将到来 预示的气温将会升高 有望在3月5号的6号左右 广西各地将会迎来一番气温的新高 随着接下去天气逐渐稳步转暖 赏花又将成为各大公园的主题 等到春花烂漫的时候 我的视频一定会为您做出 更多超高清的呈现 做视频不容易 还请您多多点赞和分享